法 所謂布施 依止聖教 修三種布施 一 知生施 二 無畏施 三 法施 布出此三種 一切貧窮 布施能斷 修三種施 布施渡千灘 能斷貧窮苦 譬如燈明 能滅諸暗 譬如燈火光明 能滅除一切黑暗皇室 一切愚痴 智能滅之 持戒清靜 有光照的智慧 能滅除一切愚痴 黑暗心 一切意見 證見能斷 意 不同 一切外道意見 不信因果報應 世間證見能夠斷除 什麼是世間證見呢 大致的論 卷三十四 智慧是世間證見 說智慧啦 就是世間的證見 世間證見中 說有布施善法 有罪業 有福業 有今世 有後世 有阿羅漢聖人 信罪福故 能善修布施 信有阿羅漢故 能善好的慈戒 善修禪定 善修清淨犯恨 得正見力 能善不惱眾生 這個惱 提手旁 右邊一個 謠順雨湯的謠 得正見力 能善不惱眾生 世間證見是無漏智慧的根本 所以說 一切意見 正見智慧能斷除 如是非法 法能斷之 如此 一切的邪見非法 不如法的罪惡 依止佛陀正法 順法修行 怎麼順法修行呢 教養父母 奉仕師長 慈心不殺 修食善業等 則能斷除 修行正法 第一最甚 現在是 未來是 兩世身心安隱 身心快樂 雲和修布施 施有多種 所謂智施 是 智慧的布施 佛法中的智慧 從慈戒得來 從慈戒得到智慧 所以 大佛頂首能驗經 佛告安然 色心為戒 陰戒生定 陰定花惠 所以 施則名為 三五螺血 四分律 借靜有智慧 便得低道 慈戒清靜 才有智慧呢 所謂的 智慧呢 所謂的 智慧布施 就是以 正見智慧 教導眾生 學佛修行 從慈戒入門 能慈戒清靜 能慈戒清靜 則有 觀照的智慧 我們能夠慈戒清靜啊 能夠 觀照 每天 六根 觸對六層 升起六四 但是 現前的境界 是 好惡 邪正啊 那 我們呢 慈戒的人 能夠 避開惡業 休息善業 所以 慈戒清靜呢 有 觀照的智慧 所謂的 智慧布施 以 正見智慧 教導眾生 學佛修行 從慈戒入門 能慈戒清靜 則是有 觀照的智慧 便能 正得 第一 無肉聖道 所謂的 智慧布施 戒施 以 佛陀所說的 戒法 布施給眾生 怎麼慈戒呢 不殺身啊 不能有 殺心哦 不偷盜 不能有 盜心哦 乃至 不允酒 不能有 貪允酒的 心哦 教導眾生呢 能夠 如法的 慈戒 以 佛陀所說的 戒法 布施眾生 好 這是 戒施啊 那我們要先學哦 先學戒哦 法師 以如來 無上正真的佛法 布施眾生 這最殊勝的 安慰師 遭遇 苦惱的眾生 有苦難的眾生 以善言安慰 用善好的語言 安慰他 開解他 內心的憂愁 痛腦 這是呢 安慰師 是正道師 只是正道不思 正道又名正路 與邪道 邪路相對 對於走在暗路之人 他還在迷惑顛倒 走在暗路上 對於走在暗路之人 為他講說正道 就是呢 普賢菩薩恨願品松說呢 開示人天涅槃正路 正路就是正道 開導指示他 通往人間天上 乃至正德大涅槃的修行正路 什麼修行正路啊 就是呢 受詞三規五戒 修 身口義是善業 這是通往涅槃的正路喔 思道路者 是道路師 迷思道路的人啊 路要怎麼走呢 迷路了啊 迷思道路的人啊 指示他道路 這也是修佛師喔 於道行者 适以水師 在道路行走的人啊 古代啊 都是靠腳啊 兩隻腳走路喔 很辛苦啊 流汗啊 喪失體力啊 很口渴啊 只是他 何處有水啊 哪裡有水可以解渴呢 這個也是布師啊 於道行者 适以水師 命師 救護眾生 不失其命啊 知具師 知生器具的布師 屬於財師啦 無謂師 不失有情 無所不畏 我們後面會說到 實與師 以誠實與 施與眾生 我們對眾生講話呢 不欺騙 真誠實在 用實與 不施給眾生 斷於師 開解 斷除他 內心的疑惑 也是屬於法布師啦 五戒師 教他來 受三規五戒 修學聖道 也是法布師 我們要受持三規五戒喔 好好的 學活修行喔 也是法師 出家戒師 教他呢 喔 世間無常啊 人命短促啊 所以我們呢 最有意義的事情呢 就是呢 隨佛出家修行 我們成就聖道啊 誓恩總報喔 護母恩 師長恩 眾生恩 三保恩啊 我們都可以報答 這是最有意義啊 這是最有意義啊 非常好的 教他呢 隨佛出家 受三規十戒 聚足戒師 那出家眾呢 為他傳授聚足戒 不施他戒體 不施他戒法 以戒法布施 病醫藥師 病醫藥師 有病苦的人呢 有病痛者 以醫藥布施給他 屬於財師啦 野木等師 法身菩薩呢 法身菩薩呢 以野木等等來布施喔 屬於內財的布施 大菩薩 以野木等布施眾生 如是等種種布施 能利益現在世 能夠利益及未來世 由如父母親啊 愛護兒女啊 由如父母親 天下的父母親啊 沒有不愛護兒女的 沒有 都是愛護子女 我們修種種布施呢 就是如同父母一樣 愛護他的子女 守護眾生喔 如如父母 愛護子女 常思 恒常思為 如說修行以後呢 斷諸貧窮 斷除未來貧窮之苦 於仁天中 而納受安樂的果報 佛教中有 佛教中呢 詩有三種 正法念書經 卷三十一 觀天品 十天地是 護士諸天上布施國 師心具足 胡田具足 財務具足 師心功德皆惜具足 胡田聖者 諸如來等 物具足者 為飲食財物 師具足者 身心信仁 而修共養 如是布施於人天中 共得大果報 獲生天上 有大威德 獲生人中 為轉輪王 七寶俱足 主是天下 十天地是 護於清淨 疲流離壁 視於三種布施之國 靜壁中獻 所謂知生布施得大護 無謂布施生於大國 為王竹陵 無有兵刀栽 極意恨實 不謂怨敌 無病安寅 敌於火味 極於水味 無極意味 或為王者 或為大臣 久住於世 視為無謂師之果報也 又於靜壁 見聖布施 所謂法施 最為無上 能出一切 又為生死之種子也 這段文呢 講到施有三種 正法念書經 卷三十一 觀天品 十天帝 是 護士諸天上 布施國 師心具足 胡田具足 財務具足 講到施為的施了 施心具足 而十刀立天 帝是天王 又只是諸 三十三天上 所受用的 不施果報 指示天眾 我們在天堂 所受用的 不施果報 施心具足 施 施為法 我們的心 施為法義 令法入心 施就是異業 異業的施心所 第一 先依止佛教 如理思為 使令法義 住在心中 我們心中有法的時候 就知道 怎麼修行 怎麼能夠如法修行呢 得大功德 得大利益 所以首先要施為法 令法 住在心中 然後呢 心意歡喜 既然法住在心中了嘛 使令我們心意歡喜 信業因果報 我們就深信 佛陀所說的業因 召感果報 歡喜 歡喜 休息 施捨 功德 如此 曰 施心 具足 若不修施心 你不修施為的心 都不施為 心不修足 心不修足 也就是呢 不施得歡喜心 不修足 所得的功德 財務受用 亦不修足 雖然你有福福 雖然你有福福 但是不能受用 像佛在世的時候 也會長者 他非常富有 但是呢 他的心呢 不能受用 是因為 修作善業 思維之力 我們修作善利呢 思維之力強大 思維的心力強大 沒有歡喜心呢 修施捨的時候呢 常常會後悔 啊 太可惜了 那我就沒有了 啊 升起後悔的心 不能呢 很歡喜的修施捨 升起憂悔 那 未來呢 雖然有財務啊 不得受用啊 修作善業 思維之力呢 非常強大 有了思業 思維的思啦 有了思維的業力呢 有了思心 有了思業 發起身口意三種業 從思啦 奴理思維之後 發動我們身口意三種業 不思維 決定怎麼做呢 不思 持戒 忍辱等等 以思為首 我們要修不思 要修持戒 要修忍辱 要修精進 啊 以思為首 以思維為所要呢 以思維為所要呢 譬如縫衣的時候 縫合衣服的線呢 是以爭做引導 它有爭喔 做引導喔 思維之心 亦如是 若修不思 不修思心 心不具足 所得功德財物 也不具足 第二 胡田具足 不思好胡田 有兩種 如同呢 大聖禮去 六波羅蜜多經 見識 不思波羅蜜多品 佛告辭世 有二種田 一者悲田 為諸孤入 貧窮困苦 二者敬田 為佛法生 護母師長 這是講到胡田具足 大聖禮去 六波羅蜜多經 第四卷 不思波羅蜜多品 佛告辭世 有二種田 一者悲田 辭世呢 即彌勒菩薩 佛告辭世菩薩 有二種胡田 第一是悲田 悲者拔苦 余諸受苦 受難一切有情 恒常生起悲悯心 欲拔其苦 菩薩的心 慈悲怜悯 遭遇苦難的眾生 拔苦之心 悲心殊勝 我們佛教中稱作 悲悯 悲悯眾生 這就是我們的悲心 悲天 悲心殊勝 悲悯 悲天 菩薩的心 以大悲心為上手 大悲心 大悲心 是最上的 最首要的 菩薩之心 以大悲為上手 救心而論 悲心拔苦 此心即是胡田 這樣的心 就是胡田 叫做悲田 六祖大師 華寶彈經 說一切胡田 不離方寸 從心而密 感無不通 一切胡田 不離方寸 也就是 不離開我們 每一個人的心 胡田 不離開我們的心 悲田跟敬田 都是我們心在修 所以說 從心而密 感無不通 從自己心地去尋覓 胡得善業 沒有不能感通的 佛告此事 有兩種胡田 醫者 悲田 為諸 孤入 貧窮困苦 孤 年紀又小 孤兒 계 沒了父親的孤兒 路呢 路線哦 顯現出沒有遮蔽 凡是孤苦伶釘 沒有依靠 貧窮困苦的都是 境界就很廣大 曰 諸多孤魯 貧窮 生活困苦的眾生 一併稱為悲悯福田 都是啊 所以救苦救難的菩薩 都是行菩薩道 他們在救濟苦難都是行菩薩道 使令人 使令我們修行人 能令修行人生起悲悯心 憐悯心 而不失資助生活的衣服飲食 臥具 衣藥 種種財物 不失貧苦時 起悲悯心 是名為悲田 從心而論 我們不失貧苦的時候 你生起什麼心呢 焦慢心嗎 我勝過其他眾生的心嗎 我們要生起悲悯心 悲悯眾生 所以 地藏菩薩本願經說 若大國王修布施的時候 布施貧苦的時候 要下心含笑 悲下心含著笑容 你不能高慢 你不能高慢 悲悯胡田 二者敬田 為佛法身護母師長 第二 恭敬胡田 所謂佛陀 正法 生且名為三寶 佛名大絕 具足一切種子 所以 人中之寶 就是佛陀 印度當時 九十六種道法 以佛法最真實 事故 九十六種道法中尊 九十六種道法中寶 是佛陀講說的正法 九十六種初家生人 之中之寶 是佛陀 人中之寶 是佛陀 印度當時 有九十六種道法 以佛法最真實 事故 九十六種道法中的寶 九十六種道法中寶 九十六種道法中寶 即是佛陀講說的正法 九十六種出家僧人 以佛法中出家的比丘僧 僧口意最端正 慈戒嘛 僧口意最端正 所以一切大眾中寶 是比丘僧 比丘尼僧 住持佛陀正法 弘扬三寶 救護一切友情 弘扬三寶救護一切友情 弘扬三寶救護一切友情的 善化身智慧命 布施三寶胡田石 能令有信心的眾生 升起恭敬心 起恭敬心 施不忘報 施不忘報 護母有生養之恩 所以 供養護母師長的時候 施食不求果報 我們供養護母親 供養師長不求果報 供養三寶也是啦 施不忘報 不求果報 即是供養無上菩提 我們心無所求嘛 心無所得 供養三寶護母師長 心無所得 即是供養無上菩提 護母有生養之恩 愛我護母生我取勞 愛我護母生我勞翠 預報護母的恩德 不施護母時 應生恭敬心 不能用 草稅的心啊 不能用隨便的心啊 應生恭敬心 施不求報 大方便佛報恩經 卷三 約 護母者三界內最聖福田 我們的護母親啊 是在這個三界之內 最殊聖的福田哦 就是我們的護母親哦 愛愛護母是三界內最殊聖的福田 供養老父母果報無盡哦 果報無盡哦 慾報恩故 不施護母福田 生恭敬心 不應求報啊 名 真師也 叫做真心的布施呢 約 真正的恭敬師 師長 即 教授我學業之師 以及 有道德之人 可以作為我 學習的好模範 對我有恩 佛陀教法中 教育一切佛弟子 於諸師長 生護母想 對於我們的師長呢 生起護母的想心 就是我的法身 就是我的法身護母啊 不體慢心 敬重師長 如四尊祥 就像佛陀一樣哦 因為師長 能教導我 成就 佛道 的因緣 因故 認識佛教中的道理 能令 明理的地質 我們認識佛教中之道理 能令明理的地質 佛師 佛師 供養師長 胡田 生 恭敬心 約 敬田 恭敬 恭敬 胡田 心存恭敬 恭敬 恭敬 胡田 能 升起 眾生 恭敬 之心 所謂佛法身 護母 師長 不思胡田時 生歡喜恭敬心 即是 正法念觸經 卷三十一 經文中的 胡田劇主 第三 財務劇主 師貧苦有情 種種資助生活的財務 財務 劇主 無缺 師於胡田 亦戶如是 師心功德 皆稀劇主 天文正法中 人 人間是業地 天文佛陀正法中 人間是業地 天上為暴地 天上是果暴的地方 人中是修業因的地方 人中是修業因的地方 思為人道是修生口意善業之因地 天上是受用善業果報之地 如是布施善業天中所無 天上沒有喔 天上是享受福樂果報之地 他沒有修不施善業 他沒有修布施善業天中所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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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修不施善業天中 完全是享樂而已 以此因緣 人聖天烈 以此因緣來觀察 人比較殊勝喔 天比較下烈喔 他不能修陰嘛 我們可以修陰啊 思為如來正法 能知會師所感果報 恩惠的惠啦 能知會師所感果報 明了會師果報 生仁天中 無量往返受諸快樂 如是思為宜 身信業國 自首行師 自己呢 親自用雙手來修行布施 師貧窮時 起悲憫心 這個很重要喔 我們用自己的雙手呢 奉獻給貧苦眾生的時候啊 我們的心啊 生起悲憫心 生起怜憫眾生的心喔 下心含笑喔 下心含笑 師三寶護母師長胡鐵石 生歡喜恭敬心 很歡喜很恭敬的心 用這個心來 來供養三寶護母師長 如此名為 師心功德皆惜具足 師為的心啊 師為的心 所修的功德 都完全具足了 胡鐵聖者諸如來等 師與蘇聖胡鐵者 所謂諸佛如來等 等於還有 諷師 正法保障 還有 生且和和眾 即 護母師長 物具足者 所謂飲食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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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然者 人中大苦 所謂飢渴苦 在人 在人 在人道中的大苦惱 所謂飢餓 口渴之苦 沒有飲食啊 飢荒之年 眾生要受苦 人中大苦 所謂飢渴之苦 夜報生由饑渴固 造作無量罪惡 這個世間人 他得到一個夜報生 他的夜報得到人生 由於饑渴的緣故 造作無量的罪惡 殺生啊 殺害眾生啊 吃眾生肉啊 偷盜啊 搶劫啊 從這裡來啊 因為有夜報生嘛 然後呢 滋生的財富又不具足 所以呢 為了夜報生呢 造作無量的罪惡 他造的罪惡呢 不外以殺生 偷盜 妄語等等 捕捉眾生喔 缺少飲食嘛 捕捉眾生 殺生食肉啦 以饑渴固 偷盜心生啊 偷盜的心就生起來了喔 等等 一切生死眾生 皆仰賴飲食 以除饑渴 沒有錯啊 沒有錯啊 一切在生死中的眾生啊 一切在生死中的眾生啊 不論你生在哪一道啊 你得到夜報生 都需要飲食衣服 不能缺的啊 我們每天都需要飲食啊 什麼人不用吃啊 沒有 大家都需要 一切生死眾生 一切生死眾生 皆仰賴飲食 以除飢渴 又需要衣服遮蔽形體 射身 四大不調和 我們的射身啊 四大不調和的時候呢 互須医藥療治啊 又需要医藥喔 事故 事物具足者 所謂 支柱生活 所必須的飲食 衣服 握具等 種種財物 事具足者 身心性等 而修供養 文師修三會 文師修三會 這個師心俱足喔 天文正法 如理思維 師心俱足者 經過思維 佛陀的教法 升起 身性夜報之心 等 而修行 供養福田 如是布施 於仁天中 得大果報 獲生天上 有大威德 獲生人眾 為轉輪王 七寶俱足 主是天下 而時 天地是 刀立天必是天王 互於清淨疲流離 互於清淨疲流離壁 適於三種布施之國 這個疲流離壁 在大字的論卷時 說疲流離 是七寶之一喔 其種寶物之一 金銀 皮流離 玻璃 車渠 瑪瑙 赤珍珠 此是天上之寶 皮流離 是天上的七寶 我們人間可能難得見到 天上之寶 又在清淨 猶如明淨的皮流離寶壁上 顯示三種布施果報 靜壁中現 所謂 資生布施得大戶 就在 猶如明淨壁中顯現 葉果報 所謂 資助生活的財務布施 救濟貧苦 感得大戶 就在天上的皮流壁上 看到 這個果報 不是人中啊 人中沒有啦 天上才有 無謂布施 生於大國為王主領 無有兵刀斋 極 極意 恨實 不畏怨敵 無病安寅 離於火味 極於水味 無極意味 或為王者 或為大臣 久住於世 是為無謂師之果報也 修無謂師 葉因果報 生於大國為王喔 竹領天下 國界之內 無道兵斋 沒有打仗這個事情 沒有拿到互相殺害的事情 無道兵斋 無農作物 收成不好 人民饑餓的減年 這個沒有 沒有 沒有疾病 沒有瘟疫傳染病 沒有瘟疫喔 沒有瘟疫喔 像我們這個瘟疫那麼刺剩 就是葉不好 無遭遇恨禍而死亡 不怕怨敵喔 生無病苦 安寅快樂 遠離火災的部位 以及水災的部位 無急性傳染病的部位 或者作為國王大臣 久住在世間 就是修無畏施的業果報 什麼是無畏布施 總共有幾種啊 無畏布施 正法念書經 卷四十三 觀天品 無畏布施 凡有三種 一者救命 施其無畏 比救命者生人天中 報得償命 二者七職為他居職 方便救色 施其無畏 救七職者 若生人眾善色七職 天上退時天女不捨 三者皇戶 畏施物者施其無畏 戶施物者生者大戶 所有財物 王傑水火 不躲不壞 這是無畏布施有三種 正法念書經卷四十三 觀天品 無畏布施 凡有三種 一者救命 施其無畏 這個畏呢 畏者害怕 內心有恐怖 害怕之事 猶如貧窮人 遭受苦惱 覺得很苦 無畏布施者 做如是言 如莫不畏 如莫不畏 你不用怕 你不用怕 安慰他 有無畏施者 見諸眾生 心裡有種種恐怖畏懼 不施他 無所不畏 凡有三種 醫者救眾生命 施其無畏 他就快要被殺了 買來放生 你不要殺他 買來放生 救眾生命施其無畏 一切友情所看重的 沒有超過生命 生命最重要 一切友情所害怕的 一切友情所害怕的 沒有超過死亡 事故第一種無畏施 即是救護生命 不施無畏 二者 比救命者 生人天中 報得長命 他 救眾生命的人 轉生 人天善道中 果報得到 壽命長緣 壽命很長 沒有妖折 不會妖獸短命 二者 妻子為他 居職 方便就社 施其無畏 居後 逮捕 被他抓了 被人家抓起來了 逮捕抓人叫做居 職就是居捕的意思 第二種無畏施 男子 正式的配偶 妻子 被他人拘捕 以善巧方便 救護色授 不施無畏 救妻子者 若生人中 善色妻子 天上退時 天女不捨 在人間 救護妻子的人 他很有道義 救護妻子的人 若生人道中 善能色授妻子 對他很好 能夠以法來色授他 若生天上 天虎享盡的時候 天虎已盡 將退末時 靈欲命中 天女不捨離 天女呢 不會捨離他而去 不會背叛他 三者皇戶 畏施物者 施其無畏 這個皇呢 欲先皇被 欲先皇被保護 財務 畏懼上司財務的人 欲先為他守護 不施他無畏 你的財務我幫你守護 我保護你的財務 我們愛護眾生的財務都是 這是他的 都不是我的 但是我幫他們守護 幫他們愛護財務 注意看不要丟了 幫他守護 這是皇戶 第三種的 無畏不施 畏懼上司財務的人 欲先為他守護 不施他無畏 互施物者 生者大戶 所有財務 王傑水火 不奪不壞 若為國王 或為大臣 以筆業固 第三種無畏施 欲先守護 欲先保護 害怕施 欲先保護呢 害怕遺失財務的人 守護施物的人 我不是為自己 為他人 為我們注意的情 守護他的財務 令他沒有不畏喔 不是為我自己喔 為他啦 普畏眾生 守護財務的人 為他守護施物的人 修無畏施者 來勢生於人間 則大戶 這樣子 就這樣子啦 我呢不是為自己啦 我為你守護 令你的財務呢 不要遺失 未來他的業報啊 生在人間 則大戶喔 所擁有的財務呢 惡王 稻劫 水災 火災 不能侵奪 不能破壞 若做國王 或做大臣 因為他 所修的業因 是 皇戶不畏丟失財務者 以比業因緣故 因為這個業因緣啊 這個政法這麼好啊 我們不要為自己嘛 我們為我們的道場 為我們的公司 為我們的團體 守護財務 就是修無畏施物 把他守護好 要不要丟了 愛護人家的財務 愛護公家的財務 就是修無畏施 這個很殊聖喔 你感召的業報啊 若生人中則大戶 所有財務啊 所有財務呢 惡王道解水災火災 不能侵奪 這麼殊聖的業報 四位三種 無畏不施之鼓棒 認識中華護生協會 兵持佛陀 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 以及眾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置業於2002年 成立了中華護生協會 以倡導救護一切眾生 尤其時代環境變遷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導的保護生態環境 以及物種生存條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護命的宗旨下 護生協會 這幾年都採用 籌建護生園區的方式 來拯救生命 以安養物命的方式 來推廣來救護生命 目前 護生園區於宜蘭 共有四處園區 新北有一處園區 於雲嘉南地區有十處 高坪地區六處 金門設有一處 護生協會 在眾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廣的會晤有 一、不定期舉辦 各內護生救生活動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愛護生命 二、任養清寒學童的活動 籌集清寒子弟助學專款項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 椰護經費 待國外僧眾尋找 護持功德主等行動 三、國內外疾難救助 以及陰生未生胎兒的 免費超度登記 四、協助佛教慈悲職業基金會 2021年截下的防疫共僧包 發放等 只要是護持眾生 利益眾生的善行 都是護生協會所努力的方向 從前在佛陀的居所附近 住著一個名叫勾格的獵人 脾氣暴躁 不通情理 一天,勾格帶著一群獵犬 到附近的森林去打獵 途中遇見了一位突破的比丘 勾格沒來有的升起起來 口中不斷咒罵著 一早就先碰到了個光頭 真是倒楣 勾格還是帶著獵犬們 往森林的深處前進 比丘也繼續前去花園的村莊 在回城的路上 什麼獵物都沒獵到的勾格 竟又遇上了突破回來的比丘 這下心情更糟 看到比丘迎面而來 他滿腔無從發泄的怒火 又熊熊燃燒了起來 今天什麼都沒獵到 一定是這光頭海的 沒想到一天來回碰上兩次 說不定接下來幾天都一起倒霉了 滲怒之下,勾格當場就對身邊的獵犬下令 要他們把比丘吃掉 今天出門打獵白忙了一場 都是你害的 你這看到就讓你倒霉的光頭 比丘驚慌地說 這位先生,我跟您數為平身 無冤無仇 你怎麼就突然就要自我於死定了 勾格一心只想將比丘處之為快 情急之下,比丘只得把腿飛奔 爬到樹上,獵犬們不會爬樹 於是便圍在樹下不停狂吠 勾格也隨手抽出了劍 往樹上不斷搓刺 比丘在樹上拼命地左閃又躲 狼狽不堪,一不小心 他的袈裟就從身上滑落了下來 正好當頭坐在勾格身上 看起來就像勾格穿上了袈裟一樣 一旁的獵犬看到穿著袈裟的人 都以為是比丘掉下來了 分分撲上去狠狠地刺咬 勾格馬上就被咬到皮開肉占 奄奄一息,比丘爬下樹來 看到已經斷氣的勾梗 心裏覺得十分難過 他心想,雖然我無心殺人 但這個獵人還是因為我不小心掉落的袈裟 而被獵犬咬死,我這樣是否也算犯了殺戒呢? 他越想越不安,即刻到了佛陀面前請示 佛陀聽了事情的原委,便安慰比丘說 比丘啊,你並沒有過錯 那個獵人是因為自己造作惡業而受害 而且他上輩子也同樣是個傷害無辜的人 學佛多一點,可以告訴孩子 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讓孩子知道,人生無常,以及如何去應變 每個人生下來都有他的一條路走 每個人的人生之路都不一樣 但是如果有了堅持的原則與信念 人生之路可能會比較平順些 無常是佛教的真理 佛陀告訴大眾,無常是世間的真相 人的一生從嬰兒、孩童、少壯及至老死 當中無數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 所有的人、世都像水面的一些泡沫 而泡沫冒起來又破滅 都在說明沒有什麼事情能永久掌握 而不會改變的 √ 結 seusuite 接下來請收看 般若讲座 音乐 好,我们大家先请合长 南谋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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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善圣声为妙法 百切万节难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辭 我今見聞得受辭 願解如來真實意 願解如來真實意 各位法師各位去大家阿彌陀佛 那我們來看一下課本 五十三月 講到這三種阿彼壇 那我們來做一個稍微的 一個大概的了解 那這個多數都是運勝導師的研究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裡是三十卷 這個是三十卷 那先來看這個 所謂的一生六族論 那有三種彼壇 它這裡講到 它這裡講到阿彼壇升級1 那阿彼壇升 升就是發誌論 那麼發誌論是依六族而成的 極義大彼菩薩論 它就有兩百卷 大彼菩薩有兩百卷 那我們先來看這個升發誌論 發誌論主要是兩種版本 這個是弦壯義的 以及竹佛念義的 一個是三十卷 一個是二十卷 作者是嘉戰言禮子 好 那現在來看六論 六族論我們稍微先看一下 就是把它的一個差別稍微做一下 就是說 法運族論 這個六族論裡面 基本上都是弦壯義的 但是只有這個沒有 玄奘沒有義師涉足 玄奘沒有義師涉足 所以大概就是宋 宋 趙匡義的時代宋朝 宋元明清的宋 所以那是一千多年 那麼法婦為敬師父 他們大概那個時候合作翻譯 就是法婦跟維護他們 法婦維護師父他們翻譯的 那有些是說法婦義一到三卷 四到七卷是 維敬 法婦維敬師父 維敬他們義的 好 那先來看 他的作者是大佳詹緣 那藏傳的 藏傳的傳說不太一樣 是木劍連 那如果我們來看 這個大制度論裡面 大制度論裡面 他前面也有說